这只有300块钱 你两个工出办天你就赚300块钱 城市里面的这些老房子 这都30多年了 这地方我都没来过 我车往那一停全堵上 前面那个车出不去 今天我们到这里装个宇宙 这会儿也算是老客户介绍 一个客户 客户又介绍一个客户 说来话长了 之前去年给一个烟酒行的老板 装了这个宇宙 他那边比较高 他这个宇宙就是按那么高 好像没有什么效果 下雨的话 那个雨斜着下过来 作用不大 然后他今年就拆了 拆了重新做的那种蒙头 就是汗的不锈钢架子 大玻璃包起来了 就像阳光房那个样子吧 然后把这个呢 他就给他这个朋友了 然后安装呢 还是让我来给安装的 这边的房子呢 差不多也30多年了吧 以前的单位老房 这种宇宙安装呢 其实在网上也有过结果 不过不是太多 这个大家可以掌握一下 这个安装流程 有的话可以做的 也可以尝试做 现在我们先组装好一个 这样呢 我们上去就有好定位 组装这个东西 其实没什么难度 其实安装难度呢 就是第一 就是搭脚手架 比较高的地方呢 就是不太好操作 一个人没法干 最少也得两个人配合 不过我们今天 安装的这个地方 它也不高 这就有一步脚手架 我都站起来 都比房都高了 这些安装爱山的东西呢 都给它拆掉了 把这些线呢 要重新固定一下 这个一共是五片 安装的话 也不是说把这个房盐 全部都可以安装满 只能是从入户门 开始取中 然后往两边排 能按到哪里 就装到哪里 后期如果需要的话 再加 不需要的话 就这样 安装这种 最怕的就是 打孔的时候 打到那个砖缝上 那以后 以前好像用的是什么 白灰啊 是什么 那个螺丝不太好固定 这个要注意 你看以前我们安装的时候 就是打孔 千层百孔 打了好多 就是为了能找到哪个 能打到结实的 混凝土上 或者砖上 这种户外的活呢 其实现在干的很少了 主要是以家装为主 因为这个户外的活 以前真的是干得够够的 以前在安装公司的时候 那种钢结构啊 什么乱七八糟 全部都是户外的 夏天晒个死 冬天冻个死 现在干家装 在房子里面干这活 风不吹日不晒 这个还挺好 挺惬意 虽然挣的不多 但是生活挺惬意 也不用满世界的 今天跑了这里了 明天跑到那里了 到处讨生活 第一片固定好以后 我们延续安装第二块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两个人配合是很必要的 你先收完 你那个吊点吊好了 组装好以后呢 一定要提前用那个小螺丝 把这个框架给拧起来 避免你打孔的时候 它给脱落了再吊了 只要方法对了 其实这个活干起来 也不是那么难 非常的轻松 后边一定要走成一条直线 我就是沿着它那个钻的下沿走的 所以说也不会有问题 偏差不太大 为了增加强度 在这里呢 给它做了一个三角支撑 这是之前做了 拆下来的 用在这里也不浪费 这样强度就更高了 即使挂风下雨下雪 那都没问题 今天的天气不太好 闷闷隆隆的 感觉是要下雨的 我们还是要加快速度 在下雨之前把这个活给它干完了 安装好以后 它美不美观呢 就看他们这个前边缘是不是平的 如果有高低不平的情况下 我们通过那个底架 把螺丝松一点 下面给它蹭点东西 尽量给它调平了 这样出来的效果比较美观 效果是不错 唯一遗憾的是这个长度不够 如果够的话 把这边都给它加齐了 10点半 9点过来 10点半就干完了 太快 按完了 按完了 全部按完了 全部按完了 等一下我给靠这 完了 那摄影师全没收了 这只有三百块钱 你两个工出半天 你就赚三百块钱 三百是现金嘛 还有两百给我发微信 就说呢 微信也好给你找 事实并非是大家看到的这个样子 其实因为我把这个钱摔在兜子里 好容易丢 已经丢过好几次了 我说的我自己都不信 我说的